当大家提起早年的温哥华画埠艺术 可能会联想起《圣极一时》的粤剧 但是如果是以西方歌剧形式 部分唱词用台山话去唱出一个画埠的故事 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温哥华城市歌剧团以几年的时间创作 用故事带领公众重新认识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华裔在华埠唱广东大戏 以及以华埠作为故事题材进行创作 两者在本质上很大的不同 早年有一出《风骨中华云》的歌舞剧 演绎一段华人移民历史 但类似的多元艺术创作数量并不多 最新一出名为《Chinatown》的作品 即是以两幕歌剧集中演绎一个 以兴建加拿大太平洋脱路为时代背景的故事 两个华裔家庭怎样在歧视和爱的交绩下成长 虽然是用西方歌剧形式 但是创作为求原汁原味 部分采用早年华裔移民使用的台山画作为唱词 突显独特的嘉华风味 Barbara解释 在歌剧演出之中 除了乐团融合中西乐器贯穿整个创作 还有歌泳团和中高低音的歌唱家 立体地以声音去展现整个故事 An opera operates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at the same moment when we have a chorus we can hear more than one voice in a duet we can hear two voices plainly a trio or a quartet we have six principal singers and we have a chorus of twelve the chorus of twelve consists of ghosts the men who came here in the 19th century 另外 温哥华艾裔电影节最新上映的作品 天马行空 是一部杂科幻舞打动作和喜剧原 属于一身的电影 展现一个三大同堂的移民家庭的挣扎 不正国故事之中 演员来自多元族裔 包括明星和新晋华裔演员 让电影传达多元声音 好了 今天的悠闲活动展览 讲到这里 영상을们收紧 下课 诺